大家好,从今年6月1号开始一直到年底,青岛新增了11家免门票开放的A级景区,其中就包括海底世界。 那么游览海底世界,到底能够免门票游览几个馆呢?里面的馆是不是需要另外收费呢? 今天是青岛海底世界免门票开放的第一天,小编就带你实测体验一下。 现在是上午的8点40分左右,小编来到了今天此行的第一个展馆,叫海洋生物馆。 接下来参观第二个展馆,京馆。 接下来游览的是第三个展馆,青岛海底世界。 没错,青岛海底世界确定就在此次的免门票名单里面。 来青岛海底世界一定要注意表演时间,这份表演表一定要收好。 现在是上午的9点20左右,小编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青岛海底世界的海底表演大厅。 今天是工作日,最早的一场人杀共舞的表演是在上午11点开始。 小编为了看这场表演,决定在这里等待近两个小时。 在这段时间里,小编可以尽情地欣赏海底的世界。 上午11点,激动人心的人杀共舞表演开始了。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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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aren't you in me? You only call me on the weekend. You only love me when we're freaking. You got me jumping off the deep end. You only call me on the, you only call me on the... 整个人杀共舞的表演持续了10分钟左右,看完表演我们继续游览。 在这面满是海洋生物的墙上,我们可以和生物进行互动体验。 好不好玩? 我爱你了。 我好想起来。 上到海底世界的二楼,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一些海洋生物。 接下来是我们此行的第四个战馆,淡水生物馆。 从淡水生物馆出来之后呢,我们又回到了原先海底世界的入口处。 从这个入口处往西走50米,还有两个展馆。 那么这两个展馆,能否免费游览呢? 下边接着带您体验一下。 从这个地方下去呢,就是水母宫。 这个地方的入口呢,需要再一次验证健康码,形成码和验票。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此次游览的第五个场馆,也就是水母宫的入口。 游览完水母宫,我们接着往下走,就会发现第六个场馆,叫海豹馆。 海狮,哇,哇,海狮啊。 怎么样? 青岛海底世界这六个场馆,全部是缅门票的。 你想不想给青岛点一个大大的赞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